12月7日最新消息,据西班牙专业足球类网站每日进球报道,近一段时间来,内玛尔父子常常在马德里市神秘出现,打开知情人士后得到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消息,内玛尔准备在马德里买房子,这还不算,更不可思议的是,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和黄马队员都给了他不少建议,内玛尔在巴黎待得不愉快嘛。 是的今年夏天,内玛尔以创纪录的2.2亿欧元身价加盟了巴黎圣日尔曼队,震惊了全球足坛,离队之前,各种传闻卖天飞舞,梅西和苏雅雷斯对内玛尔苦苦相劝挽留,梅西甚至提出,愿意帮助内玛尔拿到金球奖,但巴西球先去一一决,终究还是离开了宇宙巴萨队投向大巴黎的怀抱,内玛尔加盟把甲航门,他以为这是属于自己的球队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, 内玛尔在巴黎过得好吗?并不开心,起码不是很开心。赛季初期,内玛尔和卡瓦尼的点球风波闹得纷纷扬扬,尤其令他心寒的是,俱乐部和主教练埃美里都没个明确的态度,君是魔龙两可的含糊其词,而且内玛尔也渐渐明白,法甲的影响力极其有限,他个人身上的光芒简直比整个法甲还要耀眼,靠法甲来提升自己基本不可能。 虽然巴黎又签下了某搭配,但大巴黎是否已经具备争夺欧冠的实力? 很难说,小组赛最后一轮输给了败人估计也让内玛尔陷入了思考中,本赛季的巴萨胜多评小状态而如狗反观巴萨队,在内玛尔离开后, 所有人都认为巴萨可能将会是一个逐渐坠落的赛季,然而恰恰相反,巴萨是目前全欧洲联赛欧冠双线作战唯一不败的球队,这就是豪门比例,类似的气质在黄马身上有,在半人身上也有,但巴黎有吗? 这个结果远上,每日进球爆出内玛尔买房的消息可谓火上交流,本来前一段时间内玛尔与黄马的绯闻就很多,内玛尔最称为银河战舰的艺人吗? 据说黄马主席不仅提供了建议,还动用关系帮内玛尔找责事房子,目前黄马对内不少求情如帝罗、拉莫斯等人均居在拉根卡,内玛尔的首选当然也是这儿,也方便旅行队友打成一片,根据马卡报早先的报道,为了内玛尔,黄马将拿出品, 5亿欧元,其中2.5亿的转会费以及总共5年的薪资奖金2.5亿,如果内玛尔真加盟了银河战舰,不知梅西心里什么滋味,他一向对这个小兄弟照顾有加,两人关系目前也不错,现在内玛尔绕个弯曲了敌军阵营,反正当黄马造访诺坎普时,巴萨球迷烧掉内玛尔的球衣线分是肯定的了。